那心得的部分我給大家評價就有一個字 就是美 對 就是美 這是言情小說封面女主角才會出現的唇色吧 這個帶紫的灰豆沙這真的是 我的媽呀 太好看了 真的是 很美 哈囉哈囉 我是陳寗 雖然現在已經8月9月好像快換季了 但是我相信 台灣的太陽絕對不會這麼輕易的收山 所以我還是快速的整理 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薦 非常非常喜歡的 五支春夏唇彩 趁著最近防疫規定口罩的那個限制比較放寬 請大家一定要擁有這五支 不管是還在放暑假的大學生們 我相信大學生應該是不會這麼早就回去上課了吧 因為我自己之前大學的時候 基本上不管是寒假或是暑假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都仗著就是 老師不會點雨 所以我們第一個禮拜都不會回去上課 有一些甚至更誇張的是 他們會等連假結束的時候才會回去上課 反正不管是要繼續過暑假的大家 或是已經要回去上課的大家 如果今天你們在戶外 可以不戴口罩的話 這五支唇彩 一定要擦 那這次分享的唇彩啊 專櫃開架都有 而且 就是不管你要歐美系 中國彩妝 還是韓系唇彩 今天都會跟你們分享到 可以說是各個方面都有照顧到 那今天因為我想要比較平均 所以專櫃的唇彩我就分享一支 我們就先從專櫃唇彩開始吧 這次的專櫃唇彩要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這一支 Benefit的花紋菲菲蘭唇液 我真的是拜託各位 如果今天你是那一種喜歡很自然很氣質很溫柔的唇彩的人 一定要買這一支 而且不要看他是專櫃 我自己覺得他的售價在專櫃裡面算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我記得我當初在收這一支唇彩的時候 好像因為當時新上市的活動 應該是不到700塊還是700出頭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平價 因為你們都知道 現在韓系有很多長得比較漂亮的唇彩 或是比較小眾文青那種品牌 他們一支唇彩 動輒五六百塊 所以我自己認為Benefit他們的懶唇彩 在專櫃的唇彩中已經算是非常好入手的 那心得的部分我給他評價就有一個字 就是美 對 就是美 你們自己看看他在嘴巴上的那個玫瑰色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那種很氣質很溫柔很自然 很像是你天生唇色就是這麼漂亮的那種玫瑰色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一些網路唇彩試色 就是標榜著超級溫柔什麼乾燥玫瑰色之類的 甚至買回去之後都覺得 嗯?在我嘴巴上怎麼好像有點老氣 很像是那種媽媽還是阿姨才會塗的那種乾燥玫瑰色 我跟你說Benefit這一支 如果你們之前看到人家講的那種優雅乾燥玫瑰色 很阿姨很阿上的話 Benefit這支絕對是少女專用的乾燥玫瑰色 就是那種很新鮮的乾燥玫瑰 看起來還是很水嫩 然後是那種焦嫩玉滴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不能叫它乾燥玫瑰色 它根本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新鮮的那種 天藍玫瑰色阿到底怎麼會是乾燥玫瑰 我不懂 這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拜託各位 不管你是沒有嘗試過專櫃唇彩 或是你想找一支萬年 一年百搭的玫瑰色唇彩的人 一定要去Benefit買他們的這支花粉飛飛爛唇衣 真的好漂亮 下一支進入我自己覺得比較好入手的開架唇衣 就是柔如有他們的青霧柔沙空氣吻唇入 我這邊只能微微的嘆息一下 就是Benefit曾經的一個開架彩妝王者 轉成網路銷售通路之後 默默的就是 好像越來越沒有人在討論了 像是他們這一系列阿 當初也是很多人在喬完 因為在中國阿還是在韓國還是哪邊 就是有先上市嘛 好像過了一年多吧 還是兩年 我記得有隔一段時間 他們才進這一支粉紅色的空氣吻唇入 那時候真的就是沒有看到什麼心得耶 不知道是不是退燒了 而且就算是有分享到這個空氣吻唇入的文章下面 我自己覺得那個回應都沒有很熱烈 但是不得不說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L'Oreal他們空氣吻唇入這系列的唇釉質地 它的質地就是清明到你完全感受不出來 你有它任何的唇彩 重點是它的霧面妝效 在上嘴的時候完全不乾 而且轉霧的那個效果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好 然後磁色度我自己覺得也非常的不錯 反正整體來說 我自己覺得它各方面的表現都非常非常的優秀 然後我這次推薦了色號222 迷青紅妝跟它的名字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豆沙紅棕色 不過這一支唇釉啊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不太喜歡畫全妝 就是你的眼妝不喜歡畫很完整的人 我會比較建議你薄擦就好 因為薄擦那個侵略性那個氣勢 比較不會這麼的強烈 那如果今天你原本就是一個妝容都很完整的人 這一支不管你要薄擦還是厚圖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顯白 就是 怎麼會這麼好看 再加上它的紅棕調又是那種很入門 不管你今天是新手還是任何人 都能夠駕馭的那一種紅棕色調 因為你知道有些紅棕色調真的太土了 然後有時候戴上去如果沒有搭配妝容的話 看起來會很不協調 但是這一支就是不管今天你是搭配怎麼樣顏色的妝容 我覺得它都可以很好的hold住 接著第三支是LAKA的果然持久水光唇釉的102 這支出現在這次的榜單上面 大家應該不意外吧 因為我前幾支影片才跟大家分享說 我真的好喜歡它的顏色 102這個帶紫的灰豆沙 這真的是 我的媽呀太好看了 真的是 很美 而且除了顏色好看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水光效果 非常的持久 非常的抗大 它這個顏色搭配水光妝效 你們不覺得就是很像什麼附加千金會有的唇色 或是唇彩嗎 又氣質又溫柔又不讓人覺得有太多的粉感 我真的是超愛這一支 那它的缺點啊 我自己覺得就是以一個開架的韓系唇彩來說 稍微貴了一點 就是它一支的售價要300多塊400多 CP值稍微稍微低了一點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系列還是很值得收一兩色 下一支你們應該看到我嘴巴上的顏色了吧 如果剛剛那支拉卡的是附加千金會有的唇色 那現在這一支卡茲蘭甜蚊唇 絕對是任何剛滿18歲少女會有的唇色 它就是我剛才前面說的 比較是剛滿18歲少女會有的唇色 它就是這種 嫩到會出水的水蜜桃粉色 太美了吧 這個真的是 你知道我以前夢寐以求的那種唇色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嘴唇是比較紅潤的那一種 但是我自己比較偏愛淺唇 或是很粉嫩的那一種唇色 所以我之前很常會去買不管是護唇膏或是唇彩 都會挑一些看起來好像是很嫩很嫩的水蜜桃粉色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塗起來都是一個很驚悚很崩潰 然後會讓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你有化妝的那一種 八筆粉 就是那種很螢光的粉色就對了啦 但是這一支就是 這是言情小說封面女主角才會出現的唇色吧 然後這支雖然它在手上試射的時候 它好像會帶一點點細微的亮粉 但是我覺得它實際塗到嘴上 是沒有那個亮粉的感覺的 我自己這樣子左右的移動 也沒有特別覺得有那種很突兀的珠光感還是亮粉感 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水光唇釉的感覺 這支我只能說超水超嫩 塗上去不要叫我姐姐 叫我妹妹 我自己覺得它跟剛剛那支拉卡的唇釉相較起來 質地很相似 都是會沉默然後不太會掉色的那一種 幾個最大的差別大概就是它塗起來會有一點點亮感 非常非常的輕微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它的那個水光果凍質感 比拉卡來的再更強烈 我覺得拉卡那一支唇釉 比較像是你買了吉利丁 然後融化放人 變成果凍的那種光澤感 卡茲蘭這一支 它的妝效它的那個水光感很像是喝了很多水 然後水還沒有從你的嘴巴上擦掉 就是還停留在你嘴巴上的那種水光 然後缺點的部分也是跟拉卡他們的那個唇釉一樣 就是以開價的唇釉來說 真的是有一點點貴 我不知道如果你在淘寶自己買回來是多少錢 但是他們在蝦皮有官方旗艦店 那你在官方旗艦店買這一支 好像一支的售價是400出頭 雖然他們蠻常有那種可能兩支打幾折 或是折購多少錢的活動 一支算下來可能300出頭 但是300出頭這個價位來講 還是稍微稍微的貴了一點點 最後一支我覺得我應該是台灣的美妝YouTuber 第一個推薦他的吧 就是Black Lodge的這個咖啡唇釉 他這個唇釉有兩個系列 一個是麻辣系列 一個是咖啡系列 他們這個系列我真的還沒有看到什麼人分享 那他塗起來的顏色就是這種有一點點低飽和度的杏桃色 肉粉橘粉那種感覺 不會過於青春洋溢 但是也不會吐到或是裸到看起來好像很沒氣色很像生病的那種感覺 他擦起來就是一個很有質感的顏色 然後我前面有說他是藍唇液嘛 我自己覺得他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以前的韓系藍唇液 不是都有那種 擦去之後很像刺性一樣完全卸不掉 可能要過兩三天才會賴卸掉 或是你要用專用卸藍唇的那種產品來卸掉 他就是那種質地 所以他一方面很難卸之外 你現在嘴巴上的這個顏色啊 如果之後掉了或是你拿東西把它擦掉 他跟你上嘴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他會變得有一點點像是楓葉橘紅色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喜歡很持久的唇彩 然後可以接受就是擦一段時間之後 跟剛上嘴的顏色不一樣的人 我覺得這個系列就是很值得收 這個對你來說可能不是缺點 但是我自己覺得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你對香味很敏感 或是你特別討厭咖啡糖的味道的人 不要買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他的時候 我真的是 著實的 嚇了一大跳 他剛上嘴的時候就是 撲鼻而來一個濃濃的 咖啡糖果香 所以看你們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顏色漂亮就好了 重點是 超持久 持久到爆炸欸 我真的是下風 OK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 非常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入手的 五支春夏唇彩 拜託各位如果你還沒有找到一支 覺得很命定的春夏唇彩的話 這五支一定要先試試看 因為夏天快結束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是建議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